好奇会害死蛙 没事别乱蛙 打扰了别人美梦 后果很严重 我擦 有种别跑 我咬不死你 赶走了入侵者 沙漠鱼蛙打算睡个回龙觉 它是夜行动物 现在还没到 它出场的时间 而另一位主人公 变色龙 还在为爱赶路 白天气温高 为了抵雨炎热 它变成白色来反射阳光 着急找对象的它 一直从白天走到黑夜 随着夜晚降临 沙漠开始热闹起来了 小动物都出来觅食了 最先出场的动物 最狡猾 它把自己埋藏在沙子里 像鲨鱼一样 游动来捕食 它是金眼鼠 是个瞎子 体型比鸡蛋还小 超大的头骨 可以帮助它 感知猎物的脚步 白蚁是它唯一的食物 一碗吃六十只白蚁即可 等它吃完 蜘蛛出来 继续吃 蜘蛛吃完 蜘蛛吃完 蜚蛛吃完 蜚蛛吃 我擦 你们别太过分 真当我是好惹的 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 白蚁也会做出反击 钻条下子下手 可怜的金眼鼠 因为头太大 被白蚁咬得团团转 只能钻进沙子 躲避白蚁攻击 沙漠的清晨 温度还比较低 变色龙依旧在赶路 它现在又冷又饿 为了取暖 它将身体一半 变成黑色吸收阳光 变成一个黑白霜煞 保暖问题解决了 就该吃点东西了 一只早起的甲虫 成了它的早餐 只是这味道实在难以下咽 吃不下就别吃 弄我一身口水 嫌弃 这就是多嘴的下场 补充满体力的变色龙 继续上路 经过长途跋涉 它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它很幸运 成功找到落单的母变色龙 你有车吗 没有 有房吗 没有 那你有什么 有一颗爱你的心 好 就喜欢你穷还不要脸的样子 来吧 将就一下吧 一分钟后 母变色龙非常嫌弃地走了 一刻都不想停留 只剩下 瞎子给瞎子带路 一个敢带 一个敢跟 反正看不见 后面的只要咬住前面的屁股就好 他们把自己穿在一起 准备进京赶考 它就是臭曲 个头只有花生那么大 因为眼睛太小 哪怕食物在眼前 他都看不见 就是一个睁眼瞎 出门全靠触觉来辨别方向 他现在正在为孩子寻找新的住所 可怎么把幼崽带过来 是个难题 为了不走丢 他只能把孩子穿在一起 妈妈在前面带路 小家伙在后面跟着 形成一个小火车 新的住所 对他们来说足够大 也足够安全 外面的世界对幼崽来说太危险 现在是春天 草长应飞的世界 到处生机勃勃 小家伙们纷纷上线 而最可怕的猎手往往最后登场 这是一只螳螂 小家伙刚出生 现在的它 只有一厘米大小 看上去没有一点威胁 不过等它走上 这条打怪升级路 只需要短短几周 它就可以变成顶级猎手 由于时间关系 这条路现在只有升级 打怪的时日 等以后再说 随着最后一次进化 它的体型已经是刚出生的2000多倍 终于可以进入打怪环节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 对于这种情况 收割鼠表示我见过 上一个嘚瑟的家伙 坟头草已经一米多高了 也正是那次洞穴的相遇 他收获了爱情 从那天过后 他就开始努力盖房 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做准备 房子的位置很关键 周围食物要充足 他可以不用接触地面 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可有时就连他的技术 也被逼到极限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全 家里还有五只幼崽 需要他养活 小家伙现在还没樱桃打 小小的非常可爱 而为了养大他们 鼠妈妈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去寻找食物 随着秋天到来 小家伙开始待不住了 想要爬出家门 看看外面的世界